数学当中最为著名的常数是什么 肯定是圆周率π 想想看你都离开学校多少年了 但你至少还是可以背出π的小数点后面六七位吧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π是一个几何概念 毕竟它一开始就是用来描述圆的周长 与它的半径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个做出这样完全而清晰的成熟的人 是古希腊的数学家阿基米德 公元前三世纪 他在自己题为圆的测量的手稿中 写下了三个伟大的命题 在其中的命题三中 他证明π的值在三有七分之一与三有七十一分之十之间 但不可思议的是 时隔数百年在世界的另一边 一个伟大的中国数学天才 几乎使用了跟阿基米德一模一样的方法 也得出了他对π的估算值 他就是刘辉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《九章算术》的点评人 厉害的是刘辉比阿基米德更近了一步 他从正六边形开始 把每一边从终点向外扩展至外界源 先画出一个正十二边形 计算出他的周长 之后再逐渐加倍 以便逼近更加准确的 圆周近似值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